好了 开课了啊 都先 不要说了 都做好 都不要说了 不要打断老师说话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呢 我本来是真不想 真不想再说了 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 包括甚至说家人 都这么知道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一开始 这确实冲动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个这么个东西 那惹上了 那我没办法 我是真丢不起这个人 然后在那个 14还是15啊 16号忘记掉了 说了 18号 解决 把这个事情解决 我不想跟他再拖 好吧 别不用不拖 不然我很丢人 然后呢 这个途中 这别 放两三周路也不说 我也懒得回应那种端章取义的 懂得都懂 我 我开 比如说我今天开播一天 我回应他 他今天开播回应我一下 我跟他拉扯的很烦 所以我中途 我一个字没错过 不需要 我去群里面说的很清楚 18号能来就来 不来就急于温 对吧 哼 然后呢 包括他说我那个 瑕疏百烂 主动跟他互动 然后也贴了很多我的战绩 我怎么就纳闷了 把我书的全都放上去 怎么不怕 把我赢的也放一下呗 然后说我主动跟他互动 第一把他骂的 不是他说 他在说 他他这边骂我跟 这个叫什么 骂我跟那个AD 是不是死了那个的 等一下 反正这个事情 那个在群里面 跟他说的很清楚啊 18号能来就来 不能来就急于温 等一下老师回个消息 然后这个事情拖的越久 那他骂就 又又都觉得 好像我也在参与 这个剧本一样 那那一天18号没来 没来就算了 就到此为止了 我也不会再提了 这几天我在家里休息 陪陪家人 没想到这件事情 能变成这样子 那一开始我就知道啊 为什么要拖 想办法呗 想法子呗 为什么要拖了 就想 就团队几个人 想办法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8号 要是18号 如果真的想要 不为流量 不为热度 18号来了 我们自己简单解决一下就行了 开个波 怎么办 虽然做梦 梦里都想要这波流量了 发抖音 发个七八条的 好像坠了 然后想了十天 今天几号 今天25号 15号跟他说的 想了十天 想出了这么个方案 那我没办法 那被迫开播了 不然今天外面玩的 我就觉得啊 如果为了流量啊 下线可以低成这样 我真的是无法可说 只能说这波自导自演的操作 单单纯对赚流量来说 可以说赚麻了 这配置都不可能上这时候 都买上了 不过你们团队是不是没经验啊 你要买这个时候 得把我也带上来 不然他妈 不然这 绑着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把我也带上呀 可能他们现在在战战自喜啊 觉得自己很聪明 是吧 流量赚宝 很聪明 在那里自导自演 首先 我打了一下我的游戏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也 而且这个事情是后面我打游戏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的 他们说 我今天开播要热闹了 我说啊 然后我也没叫人去干嘛 然后粉丝肯定也不知道 这个人在哪里 所以这99% 是指导自演 好吧 我说了365天 最开始说的 他后来不是 后来不是 后来不是 真给他买票了吗 那18号没来 我就说 他放出来记录里面 说的很清楚啊 18号来不来不来 要么就来 不来个激温 那刚刚说到哪里了 他们觉得他们 他们现在他们的团队 现在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很聪明 乱世出消雄 不是乱世 他也不是 肖雄 真的是跟虫啊 高压线都敢碰 碰不起啊 我感觉你们 现在看 今天来看 可能是赚麻了 到头来真的一无所有 回头还能夸自己聪明吗 我想问问他 我想问问他 真一无所有的时候 还能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反正这个事情 我也肯定是全责 一开始 脸上是弹狗屎 没办法 我早知道对面这样的碰子集团 我真的是有多远跑多远 我人生挺美好的 我不想跟这种亡命图一换一 我知道有很多 看着脑不成事大的人 想看节目的 你们都想看节目 对不对 所以我人呢 我说了也 18号爱爱爱来就来 不来就集团 我可不能就跟他一换一的了 今天有两种情况 我觉得 以我个人判断 方案一 我去了 可能就我进去了 方案二 我不去 他自己把自己弄进去 我是这么判断的 哎 其实你们都是聪明人 你们有自己的判断 你们想看热热的心情 我理解 好吧 但是这个热闹看了 我真的很装 我给了他机会了 18号就过来就爱顿打 就完整 就觉得热度也挺好 我觉得啊 靠别人骂 赚来的钱和热度 就跟所有人吐了口谈 你还要说谢谢老板 饭是要到了 没有人的尊重 失去了所有人的尊重 打着肯定不打了 18号之后又没机会了 我也没有截图啊 嗯 看来一个截图 18号之后就没有了 18号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只能想别的方案了 想想看他后续怎么 什么方案吧 这次肯定不会再聚了 18号之后 我打内战了兄弟们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好吧 我不敢去 有点夸张 你可以说我手不敢去 好吧 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这里 18号之后已经结束了 不敢人家就站这坨这坨狗屎 我以为这种 这种 这么急吗 哎 行了行了 下话就看到这里了 好吧 别看了 结束了 谢谢我跟Icon555开 开场见了 谢谢 结束我哪里来的结束了 我一张结束没存 嗯 我不希望他今天放这个 明天放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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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让你不要再 吵 在那个网上吵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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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让你不要再网上吵架啊 啊 啊 行 行行行行 啊 吵架了 好不说了不说了 业内鸡帮对我的评价 很少有 不好的 我的朋友家人都看着我 我 真的丢不起这个人好吧 我希望这件事情就到 到此结束了 18号就结束了 18号就来 哥哥是吧 就 给他这个机会 不要不要就算了 哪有哪有功夫得你想办法 想法子 好吧火波君 火波君这个事情就叫给你了啊 火波君 还有啊 咱俩你的标题得好好想想 不要乱写 这件事情就嘱咱嘱给你了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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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